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进三只路边小巷 这家顶楼飘扬着国旗的西班牙料理餐厅 是由盐玉山 吴重志 这位情侣一起经营的 两人原本任职于旅游业 怀抱着创业梦的他们 一次契机下决定开店 刚好认识了西班牙的朋友 接触到西班牙料理 那我们有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后来的话我们就是 自己有跑去西班牙 然后去探 就是吃更多的美食 去认识更多的食材跟香料 对 然后才回来继续做 我们的创意料理 两人曾到西班牙旅游 到处旅游吃美食 研究当地的调味粉及香料 回国后综合了西班牙友人的建议 加上自身的技术 端途这道可是要预约 才能吃到的西班牙海鲜炖面 在西班牙的话 他们就是用那种大盐盘 就是菜这样子 他们都可以炖 其实他们有名的是 西班牙海鲜炖饭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海鲜面 他们的面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的米粉 对 然后就是放大量的蔬果跟海鲜 然后由生食炖到熟这样子 短面大概要炒个一到两分钟 我们再下高汤 稍微炒一下 然后我们就加高汤 然后高汤一定要加热的 不可以加冷的高汤 为什么一定要加热的 如果你加冷的 它的面就会出淀粉 你整个就会糊糊的 粘粘的 不好吃 澎湃上桌的海鲜炖面 铺满了鲜虾 鱿鱼以及蛤蜊 视觉上就是一大享受 海鲜鲜甜 以高汤煨煮的西班牙短面 吸满海鲜高汤的精华 与蔬菜的甜味 类似炒米粉的口感 却是充满鲜味 在口中呈现绝妙滋味 老板两人还跟采访小组分享 西班牙人喜欢一边小酌 一边搭配餐点 因此当地的下酒菜 数以百计 道道经典 而两人也将这类料理 带回台湾 其中的烟熏虾仁 更是店内的热卖小点 在酒吧的话 他们都是你进去 它有各式的小点 放在面包上面 然后盖在酒杯上面 就是盖子的意思 然后就是你可以随便点 然后到户外就坐着 一口啤酒啊 然后一口小点的这样吃tapas 那烟熏虾仁也是他们当地 就是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个小点 可以沾着面包吃 然后或者是放在面包里面 然后配着酒喝 腌制我们的虾子 里面会放红椒粉 然后黑胡椒粉 盐巴 然后糖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橄榄油 然后腌制10到15分钟 放在冰箱里面 虾子这样吃起来会比较脆 也比较好吃一点 这道菜比较呛一点点 然后再下我们的火了 烟熏虾仁稍微收汁之后 就可以起锅 外表通红的烟熏虾仁 光看就刺激着食欲 经过腌制的虾子 吃起来辛香微辣 加上醋跟罗勒提味 完全是众口味一足的最爱 吃上一口绝对过瘾 千万不能错过哦 它很特别 它吃起来很鲜甜 然后很特殊有带一点点的酒香 然后完全没有腥味 而另一道香烤蘑菇 也是著名的下酒菜小点 别看小小一颗蘑菇 里头可是充满惊喜 料理过程自然是繁琐且废工呢 香烤蘑菇也是 它是一个像 它主要它比较像是我们宴会上面 那我们可以摆出来 可以做一个餐前点心 先将蘑菇里面的肉拿出来 挖口 那我们会利用这些肉 那另外再切蘑菇 然后再切洋葱 然后再加我们的梦鱼香肠 那另外我们会加一些香料 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最后把我们的馅料 放到我们的蘑菇里面 然后淋上橄榄油 那我们会铺上一层起司 增加它的一个滑顺感 对 那整个在口腔里面的 它会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感觉 小巧的香烤蘑菇 一口咬下去有满满的惊喜 先吃到墨鱼香肠的厚实口感 接着品尝到蘑菇及洋葱的软嫩 最后百里香的香气 隐满口腔 充满不同层次跟风味 它吃起来很有浓郁的 蘑菇的香味 然后它里面有放一些香料 还蛮好吃的 老板两人原本在板桥开店 一开就是六年多 每到用餐时间总是人潮满满 一定得先预约才能吃到好料 然而客源稳定的他们 怎么会决定搬到三只呢 我们那时候也是考虑了很久 因为从台北到这边 其实距离有点远 对 那因为之前在中间的时候 也是因为家里的生病 然后又停下来 对 然后后来发现说 我们的脚步是不是应该要放慢 来这边是不是比较悠闲一点 然后也比较适合吃欧洲菜 然后这边的氛围很好 所以我们就一然全然就搬过来 搬到三只后 老板两人放慢了生活的步调 找回热情 更与在地小农合作 将三只的农产品融入餐点中 而一道道美味料理 都是出自主厨 吴崇志之手 他是学中餐出身 面对截然不同的西餐领域 却因为他功底足 洗手快 烹饪起来 游刃有余 坦白说台菜跟西班牙菜的程序 工法其实都不太一样 我们台菜很喜欢大火去炒 需要注重火候 可是西班牙菜就是温火 温火 然后慢慢地去炖煮它的味道出来 那当然融合的部分就是 我们在前置作业上面 像包括肉类的前面的监制的部分 我可能就会用比较大的火 后面我们再用就是 温火 小火慢慢地去熬煮 用时间来烹饪出它的美味 融合中餐的大火 跟西式慢炖的料理手法 在这道法式地容炖肉中完美体现 而为什么国外会有炖肉这道料理呢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因为欧洲国家他们非常的寒冷 所以他们就是炖肉 会出出这个炖肉这个飞到菜 那里面有菜有肉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所以还可以沾着法国面包 就可以饱足一餐 主厨仿效国外的做法 选用三只当地养殖的黑毛猪 先煎至半熟 微微上色后盛起备用 接着将洋葱 角白笋 跟灵魂调味酱 地溶酱一起拌炒 紧接着加入猪肉翻炒 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将这些配料 放进高汤里头炖煮 一个半小时 因为肉材会真的都会有点软烂 所以它时间是真的很久的 而且角白笋没有烂也不好吃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炖煮 地溶酱微微的芥末味 与高汤的鲜味渗入食材当中 黑毛猪肉软嫩中带有咬劲 角白笋鲜甜 马铃薯松软 其特殊的浓郁香气 更是被主厨称作大人的味道 猪肉其实吃起来是那个甜味 也是很舒服的 然后它有用那个法式的酱 有点芥末的一个香气 然后就完全把那个腥味都压掉 主厨不仅熟悉中西式料理 在烘焙的领域也有研究 因为欧洲的蛋糕 大多类似磅蛋糕的口感 它在制作过程中 仅加些微的泡打粉 且以牛奶取代水 并结合三只在地小浓的南瓜 独创出新鲜的南瓜核桃蛋糕 口感扎实 南瓜香气浓郁 经过烤箱烤过后 表皮更为香酥脆口 低糖的配方让蛋糕吃起来 健康无负担 很好吃 然后口感很比较扎实 然后南瓜味非常足够 然后因为搭配它那个核桃 我觉得层次就是很特别 外面很少吃到这种特别的南瓜核桃蛋糕 宁静的小空间是老板两人料理的天地 如果您想来一场异国美食之旅 这里会是您的好选择 他们将会用热情跟好手艺 招待每位亲来的客人 当这条鱼全熟的时候 它的外面就是大概三分的部分 是酥脆的 大概七厘米的肉是软嫩的 我们的行话叫做三分酥七分嫩